非常非常的抱歉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出来 很难得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是属于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的 应该平时狗笑本色 终于天王面容憔悴 看得出来整夜没睡 而这陆西派得出风波 吴宗憲当着媒体的面 狠狠就训他 那邪心最大的罪过 就是不好笑 儿子 你真的不好笑 对不对 你很屌的话 你讲这种干话 人家还会觉得说你是个咖 摆出严肤姿态 要儿子当个男人 出面解释 这样都出来讲一下吧 好不好 没有发问 我就直接把我预备的东西 念出来 不是 真的应该要跟着 话说的严厉 却还是忍不住下指导棋 其实事发当下 吴宗憲忙着通膨入影 却依旧心细爱子 对不起爸爸吗 不好意思 陆西派快步走出市行大 旁边一路护送的 就是吴宗憲的得力助手 而陆西派坐上的百万名车 也是姐姐Sandy派来接送 看得出来吴家人为了陆西派 奔波操心一整夜 整夜赶录影连挥手都超美丽 却还是亲上火线陪儿子 出面道歉说明 综艺天王爱子心切 可见一斑 介绍家人 西洋园三区小组 台北报道